1月28日零时至24时 辽宁省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新增本土确诊病例至于出院 一例为大连市报告 那么昨天呢 大连最后一例确诊患者出院了 绝对的好消息啊 至此呢 大连市本次疫情51例确诊病例 和32例无症状感染者 共计83例患者 全部出院实现了双清零 清零不等于零风险 更不等于疫情的结束 所以呢 大家伙啊 还是不能放松自身的防护 对吧 说到这个疫情呢 咱们给大家伙来分享 暖心的一幕 最近呢 南京有一个网友 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说啊 自己的同事呢 是去石家庄出差 遇到疫情之后呢 是被隔离20天 那为了防止同事 因为孤独而抑郁 公司决定 全员轮流 每天视频陪他唠嗑 咱们一会儿来看一看 咱们说这个真的厉害了 为了唠叨流畅 声音洪亮 公司还特意升级了这个音频设备 但是呢 因为这个设备调试的时间过长 大哥生气的独守空房 咱们接下来看一看 我们看到啊 虽然说河里的大哥是胡子辣叉 但是他的内心是暖开了花 公司呢这么有温情 想不上市都不行 别的公司啊 也得跟着学一学啊 对